今天的生活探秘啊,咱们继续探秘汉字,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有趣的故事。 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,咱们几乎每家每户都得有这么一道固定的菜,什么呀?鱼。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条鱼呢?这咱们大家都知道。 今儿个呢,咱们要聊的这个字啊,跟这个鱼这个音还有关系,就是这个多鱼的这个鱼,这里边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?咱们慢慢往下聊。 说这个鱼啊,它是一个形生字,它的这个繁体字啊,写成鱼,就是左边,是一个食物的食字。 那么这个食当然是指食物了,但是啊,它也介指财物。 说明什么呢?说明这个鱼字跟物是有关的。 哎,右边的这个鱼字,那是表示它的读音的。 说文解字是这么解释的,啊,说鱼饶也。 这什么意思啊?跟饶有什么关系啊? 啊,意思就是说呀,这个鱼字的这个本意,那是指财物丰足宽裕,啊,引身为圣鱼多鱼讲。 说到了春节,啊,咱们千家万户,张灯皆彩,贴春联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人人都喜欢贴这个,吉庆有鱼,是新年纳鱼庆,佳节好长春,等等,这样的带鱼字的对链。 那么这些对联中的这个鱼字,那当然就是指这个宽裕呀,封足讲了,啊,这个鱼,这个圣鱼,多鱼的意思,啊,还可以隐身当遗留啊,遗存啊,这个意思讲。 啊,啊,例如,唐代大诗人杜甫的,登,衍州城楼,这首诗里就有啊,故障秦碑在,荒城鲁殿鱼,诶,听清楚了吗?鲁殿鱼,意思就是说呀,啊,那个屏障式的山峰上啊, 啊,秦代的悲客依然存在着,那已经荒府的故城的遗址上,鲁国的殿鱼还在遗存着。 嘿嘿嘿,说到这儿咱就明白了,啊,说为什么过年这个,啊,这个菜里一定得有这么一条鱼,啊,因为吉庆有鱼的这个鱼啊, 跟红烧鱼的这个鱼啊,这俩衣是一样的,啊,人们是希望年年有鱼,生活富足,哎,咱果年吃鱼不就是讨个急行吗,是吧? 哎,在过日子的时候啊,大家都希望有多鱼的东西,啊,那么吃的,穿的,用的,多多益善,啊,因为这代表富足啊,意味着衣食无用,啊,但是有一类人啊,啊, 确切的说吧,就是这么一类文学作品中的这个人物,哎,他们怎么样,也被叫做多鱼的人,这个东西鱼点好,这个人鱼了,啊,这似乎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呀,啊,多鱼的人,这这什么意思啊,啊, 这概念呢,是俄罗斯文艺批评家赫尔曾在《往事与随想》中提出来的,啊,说这个多鱼的人呢,是十九世纪,俄国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,这么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, 那么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,出身贵族,生活在忧郁的环境里边,啊,而且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, 但是,就这些人,虽有高尚的理想,却是远离了人民,啊,他们也是不满现实的, 但是他们缺少行动,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,行动上的矮子,啊,只能在愤世激俗中白白的浪费自己的才华, 这些人既不愿意站在政府的一边,跟上流社会同流合污,但是呢,又不能跟人民站在一起, 去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,啊,说这些人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,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现状,啊,为什么? 因为他们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,他们不可能与底层的人民相结合,以改变俄国的现状,啊, 所以,啊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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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,这种,啊,多余的人,哈哈,无论对哪个阶层来说,都没有什么用处,啊,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,啊,真诚的多余的人, 这个多余人,啊,他的形象都有哪些呢? 啊,那包括啊,普希金笔下的叶弗盖尼奥涅金,啊,赖姆托弗笔下的碧巧琳, 土格尼弗笔下的罗廷,赫尔层笔下的比尔托弗,啊,等等,等等,等等, 这个普希金笔下的叶弗盖尼奥涅金,啊,啊,这个主人公奥涅金,哼,他在某种意义上真可以说是多余人的这个鼻祖了,啊,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,呢,是在土格尼弗,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,多余人日记之后,那更加深入人心的, 那么我们说除了小说,叶弗盖尼奥涅金,呢,还曾经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,啊,比如说电影啊,歌剧啊,等等,等等, 2009年,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拍演了芭蕾舞剧《叶弗盖尼奥涅金》,啊,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,作为一个多余人,啊,奥涅金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,啊,他又是如何的苦闷啊, 啊,彷徨啊,哎好,现在啊,咱们就来听一段歌剧《叶弗盖尼奥涅金》中的永叹调,啊,爱情能征服所有人们,啊,好,欢迎继续收听《生活探秘》,啊,咱们继续聊这个多余的这个余字, 说这个,啊,余字这个存留的这个意思啊,是可以隐身的,啊,隐身出绵延啊,延续啊,这样的一个意思,啊,在《列子》这本书里,啊,他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, 说,古时候啊,有这么一位善歌者,什么叫善歌者啊,歌唱得好,啊,这个人叫韩俄,啊,他是韩国人,有这么一回,啊,这个女子经过齐国,因为路费花完了,没钱吃饭了,也没钱住宿了, 哎,他有办法,啊,就在齐国都城啊,这个地方叫林兹的这个雍门那儿,卖唱,哎呀,他果然唱得好,啊,这个韩俄的声音是清脆嘹亮,婉转悠扬,那是太动人了,这次演唱居然是轰动了全城的呀,哎呀,这个唱完了之后,哎呀,这些听众还拥在那个雍门那儿不走,啊,是徘徊,留恋,是不肯散去, 有人呢,就到这个旅店去找这个韩俄了,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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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您,您再唱吧,啊,您再唱吧,我们都没走,啊,就请他再来演唱,可是旅店老板却对韩俄很不礼貌,嗯,他觉得他穷,啊,这韩俄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了,啊,这哭声又是悲伤凄凉,哎呀, 哭得也好,这个附近的居民呢,都被这个哭声感动得流下了泪了,哎呀,于是这个韩俄的这个声音,啊,婉转动听了,啊,唱完了以后的两三天,嗯,哎呀,似乎还遗留着他那个歌声,在这个乌梁之间是缭绕飘荡,啊, 一连三天呢,哎呀,又是唱,又是哭,哎呀,可把大家给感动了,大家都难过得吃不下饭了,当人们听说,这个韩俄呀,走了,出城了,立刻就派人去追,是苦苦的挽留,啊, 这个韩俄不便,唯拥百姓的要求,就回来啊,为大家继续又演唱了一次,哎,听懂,太高兴了,好啊,好啊,哎,这几天来的这个悲伤的情绪是,一草而空,啊,就这么一个故事,那么,烈子汤问呢,在描写这个情节的时候,是这么说的, 啊,说,一荫绕粮三日不绝啊,哈哈,那么从此呢,人们称赞歌声,或者是音乐,啊,他非常的美妙的时候,啊,啊,说他这个表演结束了,仍旧是一荫不绝啊,啊,就用一荫绕粮来比喻了,啊,咱们说这个比喻,那还是非常的贴切的,啊,这个鱼字的含义呢,是比较丰富细腻的, 啊,比如说,查鱼,啊,那就是指空闲的时间了,鱼子,啊,那古代啊,就是指敌长子以外的儿子,哈哈,鱼月,啊,那就是夏历四月的别城,哎,呃,还有这么一个三鱼,啊,这么一个典故啊,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,啊,三鱼,哎,哎,可不是三条, 那么这个典故啊,那么这个典故说的是三国的时候啊,啊,有一个叫做董玉的人,哎,这个人性格很质朴,但是很有学问,啊,有人想跟他学,他呢,他是不肯轻易地教的,他就说了,哈哈,哈哈,收读百遍,奇异自现, 这什么意思啊,这什么意思啊,他就说,你读去吧,啊,书读了够百遍,他那个意思啊,你自然就明白了, 可跟他学习的人就说了,哎呀,我想学习啊,这没有时间啊,董玉就说了,哎,应该做到三鱼啊,哎,是什么叫三鱼啊,啊,这董玉就说了,啊, 啊,冬者岁之鱼,夜者日之鱼,应语者时之鱼也,啊,他就说,冬天呢,那是一年中的空余时间,夜晚呢,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,应语天,那就是平时的空余时间啊,哎, 把这个冬季,夜晚,应语天,这些闲散的时间利用起来,不就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了吗,哎,其实董玉这个人呢,他自己啊,正是这么做的,这个董玉生于汉末的乱世之中,家境很贫寒,读书的条件不好,啊,靠跟他哥哥进山打柴,背回来,卖几个钱, 才能够维持生活啊,哎,但是,这个董玉啊,每次出去打柴,总是带着书本,一有空闲,就拿出来送读,他的这个学问呢,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苦学,积累起来的,说这个董玉对老子是很有研究啊,替他做了注释啊,对春秋左世传,也是下过很深的功夫啊, 啊,并且根据研究的这个心得,写成了,诸莫别义,哎,可见什么,利用三鱼来读书,那是很可行的办法,只要常年坚持,啊,就可以,但是怎么样, 啊,虽然说的容易,可是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,哎,但是啊,我跟你说啊,能够做到的人还是有的,哎,那很多人都在利用自己的三鱼时间,在 这个说三鱼,啊,但是咱们又说了,不同的人,可是有不同的三鱼啊,哈哈,那么中国古代散文大家欧阳修的三鱼,那,那什么呀,这三鱼,那就不一样了,是马上,斩上,侧上, 呵呵,这里的三鱼就是指三中零散的时间,啊,这不一样,可见,三鱼的主要内涵,啊,它主要还是指要珍惜时间,那么国画大师齐白石认为,啊, 啊,诗者,睡之鱼,画者,公之鱼,受者,节之鱼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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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是三鱼,这,这要什么意思呢,啊,这大师就说了,啊,说,诗人,啊,就是在睡眠以后,头脑清醒的时候,来,复诗做此地, 所以,画家,呢,是在谋生虎口的工作以外的时间,来做画的,啊,长寿的人,呢,是在历经了劫难,而不死之后,才成为寿星的,哈哈,嘿,你听,啊,这也有点意思啊,那么这三句话中的这个鱼字呢,啊,都是以后啊,以外啊,这样的意思,啊,还有一个,鱼光的, 啊,一个鱼光的这么一个故事,啊,说的是啊,古代一位贫苦人间的这个妇女啊,对身边的一位富裕人家的妇人是这么说了,啊,说, 说,我没有钱买蜡烛,您家的蜡烛光辉特别的明亮,可以照到我们的家里,我借用您的光亮,这无损于您的光彩,希望您能够继续把余光借给我用, 那么后来呢,人们就用余光这个词啊,来比喻,在不使自己受到损失的这个情况下,力所能及的,给别人一照顾,啊,那么成语,余光分人,就这意思, 那么现在我们也常说了,啊,说,赠人玫瑰,首有余香,啊,意思就是说,付出了,啊,给予了,那么自己也会快乐的, 如果只懂得收获,啊,那就会失去快乐,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,啊,啊,方便了别人的同时,就会给自己带来方便吗,啊, 玫瑰赠给了别人,但是香气还留在了自己的手里,啊,那么现在,我们写多余的这个余字啊,那都是不带这个十字边的,啊, 但是,不带十字边的这个余字,和带十字边的这个余字啊,那可是在古代汉语中,是含于不同的两个字,啊,哎,不带十字旁的这个余字,在甲骨文,金文中,啊,这个字形像什么,就像是那个房屋的那个侧面的那个图形, 你看像不像,啊,那本意,那是指房舍,啊,借用作什么呢,借用作我讲,啊,比如说,于又好学,那就是说,我小时候喜欢读书, 孙中山先生说的,啊,于智利国民革命翻四十年,那就是说,我从事革命四十年,啊, 一九五六年,中国大陆实行文字改革之后,啊,不带十字边的这个余字,呢,有兼自我为带十字边这个余字的兼体字,哎,就按着这个多意字来使用, 哎,此外咱们还知道,这个余啊,还是一个姓氏啊,姓余的人也不少啊, 哈哈,好,今儿个咱们聊了这个多余的这个余字,啊,说余字的这个本意啊, 跟它繁体字的这个写法,那是密切相关的,啊,就是财物丰足富余这样的意思, 哎,说年年有余,啊,这个余就是多余剩余的这么一个意思,啊, 啊,那么由此还可以引申到,啊,遗留啊,啊,绵延啊,啊,多种含义, 明儿个,啊,咱们的编辑官小松要跟咱们说说这个沐浴的这个余字,啊,咱们明儿看,接着再来,